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周恩来总理如何应对 周恩来总理机场迎接美国总统尼克松 跨越大洋的握手 为何没有盛大的欢迎场面 1971年10月末 北京已经进入秋末冬初时节 中南海游泳池旁的一间书房里 毛泽东主席的桌子上摆着一篇刚刚送来的稿件 毛主席高兴地说 这一稿改得好啊 写了我的一些老生长谈 有神气了 这就是中方拟定的中美联合公报草案 它的内容中明确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关于台湾的立场 毛泽东主席亲自修改中美联合公报 把控中美关系大方向 美国总统将于1972年2月访华 中美双方到时候就会发表这份联合公报 1971年10月20日中午 吉兴格博士乘坐尼克松总统的空军一号飞机 第二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与上一次突然失踪不同 吉兴格博士这次波罗二号行动是公开的 吉兴格博士这次来华有两个秘密任务 一个是尼克松总统访华的行程安排 另一个是商榷中美联合公报的具体内容 经过毛泽东主席修改的中美联合公报草案 此时出现在周恩来总理 与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吉兴格博士的谈判桌上 公报中关于台湾问题的措辞 依然是双方谈判的焦点 在会谈陷入僵局之时 吉兴格博士提出了一个建议 让周总理脸上露出了笑容 连声称赞 这是一个绝妙的发明 这就是后来在中美联合公报中 一段著名的提法 《吉兴格》一句话 《吉兴格》那边想出了一句话 那这些话实际是很微妙的 他说台湾海峡两岸所有的中国人 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 美国对这一立场不表示疑异 我觉得这是可以说是外交史上最有创意的 这么一段话金额吓出来了 1971年10月26号上午 金星格顺利完成中美联合公报的磋商任务 他在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的陪同下 乘车前往机场 在车里两人轻松地聊起了本级联大 正在就新中国恢复席位进行表决 乔冠华问金星格 你估计我们什么时候能进去呢 金星格回答说 估计明年还差不多 乔冠华仰面哈哈大笑说道 我看不见得吧 结果金星格乘坐的空军一号飞机刚刚起飞 他就收到了一封电讯稿 上面写着 联大刚以76票对35票通过 接纳中国并驱逐台湾的决议案 1972年1月3日 金星格的副手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副主理黑格 得到白宫的命令 率领18人团队抵达北京 黑格一行可谓来势汹汹 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华期间的安全 特别是尼克松总统驻地的安保 以及出行时的警卫措施 是黑格最为关心的问题 黑格一来北京 双方就出现了小摩擦 这第一个分歧 就是尼克松总统的专机问题 美方坚持 尼克松总统在华期间 包括北京 上海 杭州 这三个城市 全部行程都要乘坐自己的专机 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安全考虑 另一方面 这也是他们的惯例 黑格还说 按照美国宪法 美国总统是唯一有权 在二十四小时内 发布战争令的人 所以总统无论到哪里 都要和白宫保持联系 他乘坐的专机 也随身带有核武器密码 坐中国飞机 是不能保证这一点的 关于这些问题 中方可不这么看 中方认为当时中美双方尚未建交 尼克松总统可以做自己的专机到中国 但在中国境内 必须乘坐中国方面提供的飞机 我们很强调自己的领空权 不允许未建交的国家 从自己的领空飞过 我们提供的一二十八飞机 是周恩来总理出访时乘坐的 安全 绝无问题 如果你们担心 我们的总理也可以陪你们坐 中国有句俗话 客随主辩 你们说美国总统过去从来没有坐过外国的飞机 那么这一次到中国来就坐一坐 如果你们觉得不放心 我陪总统先生一起坐 双方僵持了很久 最后尼克松总统出面 美方做出了让步 关于总统坐机 最后达成的协议是这样的 尼克松总统来华过程中 先乘坐空军一号飞到上海 在上海短暂休息 再飞往北京时 也不需要转成中国转机 但是中方将派遣乔冠华领导的先前小组 带领一名领航员登上空军一号 为尼克松总统领航 尼克松总统在中国境内正式访问期间 就必须乘坐中方的飞机了 无论从北京飞赴杭州 还是从杭州飞赴上海 周恩来总理都将陪同尼克松总统一起 乘坐中方提供的1218型飞机 关于美方一直强调的通讯问题 后来是这样解决的 尼克松总统带两个通讯人员 上我们的飞机 他们的空军一号 跟在总理的飞机后面飞 这样总统的信息 随时可以通过通讯人员 传到后面的飞机上 从技术手段上 保证了总统的特殊使命 空中交通工具问题解决了 地面交通工具又成了第二个分歧 美方一定要自己运防弹车过来 中方坚决不让 因为一旦运过来 汽车里装了什么 我们很难预料 而且也不好去检查 中方坚持让尼克松总统 一定要坐中国方面提供的车 美方最后也让步 当时中国已经生产了红旗三排座 高级防弹保险轿车 被临时调过来 做好准备 那个时候 美国在总统参加活动和出访过程中 有一套完整而系统的安全措施 某些方面 在当时的中方工作人员看来 未免觉得有些霸道 无论是谈判还是参加活动 美方都要安排他们的警卫 到现场打个前站 带上先进的工具去测试 而有些地方 中方又坚决不允许他们进入 对于美方人员随时拿着工具 到处测试的问题 最后是这样解决的 中美双方的安全人员 同时出现在现场 不过那时候 中国方面似乎还靠人海战术 四处遍布遍异 美国人则在技术方面 拥有不可争议的优势 当时美国特工人员 已经能够熟练地使用一种工具 他们拿着一个黑色的小盒子 与另一位工作人员通话 告诉对方目标人物的位置 这个黑色小盒子 英文名叫Walk Talk 也就是现在我们常说的 布画机 可那个时候 中国人根本没有见过这种东西 美方先前组对尼克松总统访华期间的电视转播问题 又表现出特别的关心 白宫发言人齐格勒提出 在尼克松总统访华期间 随行的大批记者将通过卫星播发电视图片电讯 美国一万观众几乎家家都有电视 他们热切期盼看到尼克松总统访华的实况 周恩来总理指示 同意美方的要求 但是出于主权问题的考虑 还没有先进转播设备的中国政府 准备向美方租用一颗通讯卫星 白宫发言人齐格勒说 租一颗通讯卫星大概要一百万美元 中方负责人听了 这个数字就开始打退堂股了 周恩来总理知道这件事情以后 提出了三个问题 第一 请齐格勒负责为中国政府租用一颗通讯卫星 第二 我们租用这颗卫星期间 这颗卫星所有权属于中国 美方必须事先向中国政府申请使用权 中国政府向使用者收取费用 第三 费用要合理 我们不做冤大头 这么一说呀 我们租的卫星花了钱 可是美国用我们这颗卫星 我们也收了钱 两种费用花了个等号 我们其实一分钱都没有花 熊向辉是周恩来总理的助手 亲历了尼克松访华的全过程 他的女儿熊磊经常听父亲提起那段往事 租费星的人和我这个租费会差不多的 我经济上不会吃亏 然后我主权上也得到了承认 所以给齐格勒的印象太深了 齐格勒说他不知道是总理 他说你们这个 他说我非常佩服 一个是做生意这么精明 就是你不会吃亏 再一个就是你这个主权意识这么强 除了转播问题 美方还提出了许多安保意见 比如来华的安全特工人员 共计26人 有24人会带枪 排除爆炸物小组 每天定时检测尼克松总统驻地周围 同时白宫方面还对原子微尘 细菌和各种毒气的突然袭袭 做了严密的御皇措施 现在中方可谓是万事俱备 就等尼克松总统的到来了 1972年2月17日 白宫门口挤满了送行的人群 尼克松总统夫妇 跟大家握手告别 准备乘飞机 飞赴中国 总统夫妇 Mr. Vice President Mr. Speaker members of the Congress and members of the Cabinet I want to express my very deep appreciation to all of you who have come here to send us off on this historic mission if there was a postscript that I hope might be written with regard to this trip it would be the words on the plaque which was left on the moon by our first astronauts when they landed there we came in peace for all mankind thank you and goodbye 欢迎宋尼克松总统的场面 热闹而盛大 但只有尼克松总统自己知道 这次访问有多么令人激动 就会有多么让人不安 尼克松总统感觉到 这一旅程正像很早以前 在地理上发现新大陆的航行一样 不可预捕 并且在一定程度上 同样存在惊险 当时尼克松的内心 为什么会如此忐忑不安呢 对尼克松来讲 他认为到北京访问 跟毛主席握手是有风险的 然后如果拿不到 他希望得到的东西 空手而归 他可能他认为 他政治前途就结束了 他说我冒了这么大的政治风险 到你们家里来 然后最后的结果 我也不清楚 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点忐忑不安 尼克松总统踏上了直升飞机 飞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 那里空军一号 正等待着完成自己的使命 1972年2月17日 10点35分 空军一号腾空而起 尼克松总统正式开始了 他的中国之行 尼克松总统一上飞机 就开始布置任务 他对基辛格博士 和其他外交官员说 希望到达北京后 基辛格博士和翻译人员 必须一直跟着他 他不希望与中方 有非常秘密的单独会谈的情况发生 基辛格博士 则根据尼克松总统的问题 讲了几个月前秘密访问中国时 获得了一些经验 空军一号从华盛顿出发 首先停靠夏威夷 二十号到达关岛加油 这样做也是为了调整时差 不至于过度疲劳 从关岛出发 空军一号就要真正走出美国了 空军一号飞越了太平洋 到达上海 中方派出乔冠华等 七名外交官员到机场迎接 一个宗总统夫妇带着七位外交官 从头到尾参观了空军一号 这是中国官员第一次登上 美国总统的专记 最前面是总统套房 里面有床和卫生间 外面有一个大会客室 大名鼎鼎的空军一号 并不是想象中那般奢侈 但是内部设施非常齐全 稍作休整之后 空军一号于2月21日中午时分 如期飞临北京上空 也许怕失礼 在飞机上尼克松总统特意询问身边的工作人员 周文莱总理是否穿了大衣 工作人员来到闲窗边仔细地确认了一下 反馈回来的消息是 周文莱总理确实穿了大衣 于是尼克松总统也穿上了大衣 为了突出这个场面 尼克松总统和白宫办公厅主任赫尔德曼 早就商量好了 当电视镜头拍摄总统第一次与周文莱总理握手的时候 不能有其他人在里面抢镜头 在抵达北京前 尼克松的随员们 包括基辛格在内 至少得到了十几次这样的警告 根本不可能再有人忘记了 但尼克松还是不放心 让赫尔德曼临时安排一名警卫 堵住机餐口 此时周文莱总理已经到达北京机场 等待迎接尼克松总统的到来 中方工作人员也在做最后阶段的准备工作 1972年2月21日11点30分 美国总统尼克松的空军一号专机 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 中国与美国震惊世界的握手 等待了漫长的时间 经历了对抗与斗争 跨越了巨大的政治文化差异 中国与美国两双世界巨手 终于跨越了25年的时间距离 横跨了辽阔太平洋的空间距离 紧紧地握在一起 一个时代结束了 新的时代开始了 双方紧握双手 长达一分钟之几 尼克松总统激动地说 总理先生 我感到很荣幸 终于来到你们伟大的国家 周恩来总理说 总统先生 非常欢迎你 到我们的国家访问 你把手伸过了世界 最辽阔的海洋 来和我握手 我们有25年 没有交往了 加油 我感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却显得颇为低调 没有迎接国家元首的红地毯 也没有欢迎的群众 只有一面五星红旗 和一面美国星条旗 并排在机场上空飘扬 或许这种有节制的欢迎仪式 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是正常的 但是对于美国总统尼克松来说 多少有点失望 没有鲜花 没有明礼炮 也没有外交使团出席 因为当时中美之间还没有外交关系 尼克松总统在周恩来总理的陪同下 检约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 这时基辛格博士告诉尼克松总统 按惯例国家元首访问中国 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为120人到155人 而此次欢迎总统阁下 仪仗队员多达360人 这是少有的高规格 这时尼克松总统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欢迎仪式后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 同乘一部红旗轿车 经过长安街 天安门 最终进入钓鱼台国宾馆 住进了钓鱼台国宾馆 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访华之旅 正式启动了 此时他最想见的人 就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 毛泽东主席 那么尼克松总统和毛泽东主席 见面说的第一句话 又是什么呢 forg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